大家好,欢迎回来Biology Man的频道 今天是身体协调的第三集 我们会继续讲到Neyron神经元 上集我们学了神经元有三款 包括感觉神经元、中间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 包括它的结构和不同的部分和传递方向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请来看第一集 今天我们会学习剩下的部分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去吧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频道,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给个赞我 我们现在开始了 就这样看两款的Neyron 表面上它们好像一样 Sensory Neuron和Motor Neuron 大家都会有树特、细胞体和軸特 细胞体大家都有 但是原来Dendroid和Axon的长度 两者之间是不同的 对比一下 Sensory Neuron的树特是很长的 但是在Motor Neuron的树特是很短的 Sensory Neuron的树特是很短的 但是在Motor Neuron的树特是很长的 你就会问,死了,我不记得的 为什么,为什么记得呢? 因为其实长短,有时候在图里要你认的 怎么认的呢? 我不想大家背了它 其实凡事是有原因的 为了解释,我们需要再看 Spinal Cord 即是脊髓的橫切面 这个就是脊髓的橫切面 在脊髓的橫切面的时候 你需要分到腹和背 是怎样的呢? 这个是一个男生 我们说后面是背脊 然后这里是腹 整条Spinal Cord是直的上的 这里是一个前面,即是蓝腰斩了它 你可以看到中间的东西 背面就是这里 然后腹面就是这里 我们要懂这些词语 Dorsal Side, Ventral Side, 腹面和背面 你说其实我认不到背面和腹面 Dorsal和Ventral 我怎么知道两边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位置可以帮你认到的 就是这个拱起了位置 这个位置一定是背面 多数有这个东西 这两边一定是Dorsal Side 这个位置大家需要知道的名字 就叫做背根节 Dorsal Root Glanglion 这个位置就是令到你知道背和腹是哪一边 然后在整个Cross Action里 有某些位置大家需要知道 中间这个灰色甜了的位置 叫做Grey Matter 灰质 外面白色的位置就是白质 而另外一点大家需要知道的 就是Motor Neuron 运动神经元 和Interneuron 中间神经元的细胞体 都必须要放在灰质 Grey Matter 另外一个资讯 你需要知道 在这个背根节的位置 其实是藏住了其中一款 Neuron的Cell Body 哪款Neuron 就是Sensory Neuron 即是说Cell Body 一定会放在这里 OK 那这里是第二个资讯 接着你就说Cell Body 放在这里 那我可以这样放 第一个就是这样 是不是 第二个呢 先倒转 就是这样放 那到底哪一个摆法 会是合理呢 那我们就要想回整个手的情况 那手在这里 我给你们一个男生看 这个是Spinal Cord 在中间这里 手在这里 当我用钉钉钉这个男生的时候 很变态 用钉钉钉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痛 那其实是因为 这里 产生到神经默充 然后透过Sensory Neuron 就是这个 送上去Spinal Cord 那里 那就是说 其实手呢 是接着这个Sensory Neuron 其实是很合理的 这边一定是要很长的 啊 断了啊 好 这样吧 好了 这里呢 这样送进去的时候 由于呢 Cell Body 一定要放在背筋截 背筋截是这个位置的 差不多都是Spinal Cord 的位置 那就是说 背筋截和 手有个非常长的一段距离 神经默充是这样传过去 背筋截那里 那就是这样走 那所以呢 其实没办法 这一节一定要很长 那所以这一节是什么呢 这一节就是神经默充 神经默充 这个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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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因为灰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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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就是在Gray Matter 上 Gray Matter 不是很大的地方 不太多 基本上 Interneuron 的工作 就是將神經脈衝由感覺神經元 傳到運動神經元 即是Motor Neuron 上 這樣就完成了 另外一件事你又要知道 Motor Neuron 的細胞體 都必須要放在灰質裏面 即是說這個綠色BB 和這個藍色BB Motor Neuron 和 Interneuron 這個綠色BB 必須要放在Gray Matter 即是它們之間的距離非常之近 接著下去的神經脈衝就會這樣傳 接著就會到運動神經元 到Motor Neuron Dendrite很短 為甚麼? 因為這裏的距離很短 接著離開那個綠色BB 這一節就要很長 為甚麼? 因為當神經脈衝傳離開肌肉身後 就需要傳到手上 傳到手上 到手上的時候 這個男生由腎部 神經脈衝傳到手上 這一節的距離 即是這一節的距離 就是比較長 要到手上 接著刺激到手部的肌肉收縮 接著男生就會懂得縮手 只要你用這個方法去記 你就不會覺得很混亂 或者很難記 運動神經元就是Axon長一點 運動神經元就是軸突長一點 接著感覺神經元就是樹突長一點 不需要這樣背 你想起剛才Mispan給你手的例子 你就會明白為甚麼是這樣 但你一定要記住的 首先就是這個Dorsal Root Ganglion 就可以幫你分到腹背 第二就是感覺神經元的細胞體 一定是塞在Glanglion 大家就知道了 而運動神經元和中間神經元的 Cell body細胞體都在灰質裏面 來到說Neuron 神經元結構的最後 做一個 summary 在這個結構裏面 三款神經元都包括有 樹突細胞體和 軸突這三個部分 但在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 樹突的長度和軸突的長度 是不一樣的 我們重複一下 這裡 在感覺神經元的樹突 會長的 而軸突的Axon 會短的 而在運動神經元的樹突 會短的 但軸突是長的 到最後 講完這三個結構 然後有些同學問 其實這些黃色一塊塊是甚麼 Ms.Man一開始介紹這些 Neuron神經元的時候 說明紅色的部分 才是一個Neuron神經元 黃色一塊塊是甚麼 還有大家有留意的 就是我們說 Sensory Neuron 和 Motor Neuron 都會有這些黃色一折折的東西 但你又會發現到 Interneuron是沒有的 到底這黃色一塊塊是甚麼 Mis.Man現在想解釋給你 其實這一塊塊黃色的 是甚麼名字 它有個名字 就叫做Mining Shield 就叫水鮮 這個水鮮就是這一塊塊黃色 我想告訴你 其實每一塊是由一個細胞組成的 即是怎樣 Mis.Man可以撕走給你看 撕這個 其實它是這樣的 這裡 這樣就叫做一個細胞 One cell 是一個細胞 但是它生的時候 這裡才是Sensory Neuron 即是感覺神經元 它就會在上面這樣生 並且捲著它 這樣生 於是就會出現到 這個就是Mining Shield 就是水鮮的結構 我就想到另外一個 更加好的比喻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更加幫助你記 甚麼叫做水鮮 好了 Mis.Man就用了瑞士卷 這個瑞士卷 就等於這個黃色的細胞 其實它整個細胞是這樣的 裡面是有Nucleus 這一塊就是Nucleus 這個就是Nucleus 這個就是Nucleus 黑色的結構 整個這裡是一個細胞 其實它有個名字 叫Swan Cell 雪旺時細胞 但是它的名字現在你們不用記 總之它就是一個Sel 那麼Sel會怎樣呢 這一支 OK 那麼這條呢 腸仔 就等於這個 樹凸 樹凸那邊 OK Sensory Neuron 樹凸那邊 那其實呢 這些雪旺時細胞 就會捲著 樹凸這樣生 OK 那另外一個呢 這裡有另外一個Swan Cell OK 有另外一個細胞 然後呢 這裡也是樹凸 然後它會捲著它 這樣生 這樣就會形成到 這個這樣的結構 那麼我們叫這個瑞士卷 這個這樣的結構 我們就叫它做 這個Mining Shield 水梢 那如果Miss Man 將這個瑞士卷切開了的話 裡面呢 看到那條腸仔 OK 就是那個Sensory Neuron 那你就會這樣捲著它 捲著它 就是這樣啦 那你可能會問 蛤? 好好的一個神經元 Sensory Neuron 或者是Motor Neuron 也好 怎樣無緣無故要有這個水梢 Mining Shield 這個結構呢 有什麼用的呢 那就要帶我去 我們最後一個要說的東西了 就是一個傳遞的方法 就是說神經脈衝在這些神經元裡面的 傳遞方法 很簡單而已 只有兩條路 第一呢 就是直行 什麼叫直行呢 就是 神經脈衝直接 由這裏 這樣 Pass along 直接 這樣走 就是直行 是不是 第二款方法 就是有Mining Shield 有水梢的情況下 原來它不是直行的 那會怎樣呢 就是 見不見到呢 水梢和水梢之間 其實有些位是沒有包著的 這裡 沒有包著的 沒有包著的 中間 原來神經脈衝在這些沒有包著的位 它可以這樣跳的 這樣跳 就是跳著走 OK 這樣 這樣 給你這個神經元 這個 已經硬了 這樣黏在這裡 OK 這個是運動神經元 都一樣有水梢 Mining Shield 當神經脈衝走的時候 這樣走 是不是 它就會是神經脈衝來到這裡 直行 好 來到這裡 這個點 然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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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快點走 所以有個Mining Shield 在這裡 水梢的話 其實神經脈衝是會走得快一點的 為什麼 剛才說過 這裡是長距離運作 其實這裡是長距離運作 要送到他的手 所以快點是不是好一點 我們神經脈衝其實傳遞得很快 有這個水梢的結構 是更加傳遞得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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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為什麼會出現有水梢這個結構 最後我們做個總結 我們就討論了這四樣東西 包括什麼是神經元 神經元是一個體系包 Body Cell 它的類型包括 會有感覺神經元 中間神經元 以及運動神經元 排序方面 神經脈衝的傳遞 一定是感覺神經元 去中間神經元 中間神經元 去Motor Neuron 運動神經元 這個一定是個次序 然後那個結構 我們就說 其實每一款的神經元都包含了這幾樣東西 這個Cell body 有樹突 然後有續突 Axon 運動神經元 和感覺神經元 這兩款神經元 還有額外多一個結構 就是水梢Mining Street 這個是會令到 傳遞方法有所不同 有這個水梢的話 神經脈衝可以跳的 如果沒有的話 就直行直過 有了的話 會加速到神經脈衝的傳遞速度 今天來到這裡 就說完這個部分 只是說神經元 Neuron 都說了很久 到了下集 Mis Man就會預告 當一個神經元 要接著另一個神經元 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是直接碰著 他們是離開一點 即是說 其實他們是和大家 沒有接觸 但為什麼神經脈衝可以來到這裡 是最後的了 過到它旁邊 繼續到它旁邊 傳下去 對不起 我應該調轉 應該是這樣的 為什麼可以過到旁邊 然後再傳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下課的課題 片尾還有少許花水 不要錯過 看完再走 如果你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鈴鐺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和留言 我們今集說完了 超長 同學拍完影片 這個影片的食物是不可以浪費的 我們要吃掉它 知不知道 這個就是水燒了 花生味瑞士卷 再加腸仔 不如試一下 花生味瑞士卷 再加腸仔 不知道味道會是怎樣的呢 可能我吃完之後 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什麼叫做水燒了 好美味呀